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Goodbye class Goodbye and thank you Miss Tan 哇,好急啊 喂,你干嘛?有没有搞错啊? 哇,这么多人? 哇,剩下这么少时间 喂,帮我买一盒三文字 麻烦,也没声,没礼貌 怎么帮你买啊? 拜拜 一天我说个笑话给你们听 你帮我买吧 有只火腿和一条小腸 他们落落同一只祸道 为什么他们不聊天呢? 因为他们未熟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那么喜欢我的笑话 你帮我买,最多我们做朋友 真的好没有礼貌 我又不自己排队去买 我都不跟他们做朋友 这么没有礼貌 喂,不要走啊 喂 喂 一起玩吧 没有空啊 哎,花花 我跟你说个懒笑话 你知道吗 什么植物色流冰 是你啊 因为花色流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咦,你一个人消息啊 关了什么事啊 你也病啊 你自然自然的 你也觉得没礼貌吧 礼貌说话是给人家一个印象 如果你说话这么粗劳 这么没礼貌 没有人会想你做朋友的 我相信活潑开朗的你 一定不会自己一个的 一定会找到朋友的 做不做到啊 哎,我知道了 我会改的了 健明听完Stam讲之后 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你必须要去 是啊 我考考你啊 你知不知道 没有礼貌的人是什么 是孤独症啊 他们没有朋友 很孤独 你们以后都要做个有礼貌的人 你必须要做个有礼貌的人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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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喂 喂 喂 不要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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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